郭客鄉和包山有一位咖啡農中青江 自日本時代就開始在山上煮咖啡 並堅持不適用獨操桌 跟上郭客鄉的第一次去後 真適合咖啡的心中 讓咖啡在到很多人的建議 不然咖啡現在已經夠讓第二代去管理 將郭客咖啡的好作品繼續團下去 一場一場經過調味的咖啡酒 很多百里在山上 因為不適用獨操桌的關係 所以總要適用人工來獨操 雖然辛苦 不過這已經身為第二代行主中修立的一場 當時因為不敢讓郭客那樣辛苦 他就決定回鄉來到三天 爸爸用這麼多愛心在這裡 所以真正爸爸在這裡 這片咖啡行的時侯 我都沒爸爸在這裡做 農曼市還請人來做 每一瓶咖啡都有爸爸的備用 第一代行主中青江 自日本時代就有六色有在種咖啡 其他都是蔡永優先土地的方式去財政 一直到現在到第二代觀古 剛才行導我的部份 其他的都是全部秋江 堅持新產品質最好的咖啡 爸爸在八十歲的時候身體不好 爸爸在七十幾年之前 七十幾年代他種的時侯 七十幾歲的時候種 我就有重來幫他管理咖啡 所以爸爸種咖啡的種 我都學到 要安裝管理 要怎麼撕毀 我們都用草生栽培 我們都要有液菌 有光合菌、雞蛋、牛奶等一類的 我們都很認真、很榮心 像在照顧小伯爹來照顧咖啡 由前土地的種種方式 加上國慶鄉的第一天去後 讓他們的咖啡在中人家的喜愛 很多人家都是在網路吃好豆瀟布 特別過來買咖啡順遜如油 你不用過來的? 從桃園 桃園?怎麼會特地過來這邊買咖啡? 有一次朋友請我喝他們的咖啡 我覺得很好喝 所以我今天特地再過來買 好喝的點是什麼? 因為咖啡很多嘛 你怎麼會特地來這邊買? 因為它這個很純 喝了之後我不會心計 我喝別的會心計 我網路上看說 哇這股香咖啡 冰尿寶這裡有一間青江湖咖啡 那咖啡很順的、很好喝 所以我們特別來這裡買來看來喝 這片咖啡不對郭慶祥來說 沒有特殊的意義 裡面也重複到一支火藥的火藥 這份咖啡所賣的 不然是品質穩定的火藥 要堅持手工 為人家適合的那一份情感 記得大家看差不多 不動 不動